在安静舒适的海平一寨住了两天 我们在广西老乡这里吃过香喷喷的羊肉粉 然后调转车头往回开了15公里 只是因为太多网友说我们错过了一个风景 不比乌蒙草原差的地方 据说那里也有辽阔的高山草原 也有让人如痴如醉的绝美日落 我们真的是闲不住 刚在山下住了两天 现在我们又跑到山上来了 先把衣服穿上 大家好 我是大陆 这是七哥 现在我们又跑到山底上面了 我们这里是野鸡坪 因为有网友跟我们说野玉海是指的三个地方 野鸡坪 玉设还有海坪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第二个地方野鸡坪 现在感觉好冷 但是也挺美的 基本上就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住 你自己一个人我不是人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住 好吧 这还行 我们一台车占了这整个停车位 这里其实是一个房车露营地 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有一个大的车位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活动区域 然后它这里跟它是有 还能用吗 用不了的 这个是一个用电的东西 看到没有 一个插头 然后一个水龙头 这个没有 这边的有 它原来是一个房车露营地的 有水有电的 但是现在水电是没有了 不过卫生间就在旁边 也挺方便的 我们刚刚上来的时候 也是翻山越岭 穿云穿雾 一路上走到这里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周围是怎么样子 待会 对 待会云雾散了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拍一下周边 但是今天还能不能散 这个说不定 说不定 这里是个免费的景区 然后它也是有一片大草原的 是一块草地 所以说网友说的也挺有道理 就是说不用去到乌蒙大草原 在六盘水附近也可以有这样的景色 大草原一样可以有 这条路很好看 对啊 走在这里 所以我有一种孤独的感觉 因为这整个山头好像就我们两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里面 那个保洁的阿姨 快点跑回来下大雨了 我们先躲到车里面躲着吧 我们为什么会跑到山顶上呢 因为天气预告说 这两天会有一个大大的晴天 可能会有很漂亮的风景 比如云海啊 日出日落 然后这个地方恰好是观看日落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就跑上来 这两天就在这里等一下吧 感觉这个地方不错吧 嗯 很好 然后这边是正西 然后我后面这里是正东 明天直接在这里看日出 太浪漫了 我想洗个澡 昨天晚上没事 小宝贝 海亭那里的 嗯 我们就是从海亭过来的 我们就在这里 对啊 有点热水都有 那车不住 哦 有点远哦 你从你回去哦 有车在这里 加上热水在堆 跑去的这一个 昨天就去的 哦 你们有车回去吗 有 有车 嗯 哦 我们就是从海亭 我们在海亭住了几天 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小窝 已经搭建好了 总算不是像 之前那样老是 站人家两个车位 虽然说这里没车停 但是站两个车位 确实心里面 也挺不舒服的 好多个朋友 问我们晚上 在这种地方睡觉 怕不怕 其实 没什么好怕 没什么好怕 主要是我们住过 比这里恐怖一百倍的地方都有 以前我们在古墓住过 在荒郊野岭 不是景区的地方 也住过 反正什么样的场面 我们旁边都见过了 何况我们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那么大的酒店 这里是野鸡瓶的星空营地 星空酒店 野鸡瓶跟乌蒙山唯一的区别 就是这边的山 它是有树木的 这里是山林草地的一个结合体 我想洗个澡 可以啊 昨天晚上都没洗 现在就烧水 然后你就直接在这里洗就可以了 有一个困扰大家的问题 今天给大家解密一下 那就是我们现在开着这辆面包车 晚上怎么洗澡 首先是烧热水 烧热水可以用电可以用火 我们就是用卡式炉烧 至于大家怎么搞热水 那就看大家的本事了 先把热水烧开 然后就下一步 烧水的同时 我们把这个洗澡的帐篷打开 这是一个专用的 洗澡也可以 然后有时候下雨天 也可以在这里面煮饭 给大家拍过很多期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 就是兴奋不太懂怎么洗澡 不明白我们怎么洗的 对 然后现在架起来了 这里面就像是一个房间 进来就是一个房间 有拉链 待会把这个拉链拉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在大风的情况下 这根防风绳一定要扎好 不然的话 待会就有点尴尬 比较洗到一半就被吹跑了 热水烧开调好水温 然后就进入这个帐篷 拉链拉下来 这样就洗澡了 对 其实如果说你们找到 大家在外面旅行 找到有卫生间的露营地 其实每天洗澡是个很小的问题 并不是问题 可以说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就这样子了 把他都洗好了 洗个澡是不是舒服多了 是啊 清爽多了 做饭吃呗 嗯 我们到六盘水已经七天时间了 然后这七天时间里 天晴的好像就只有一天 是啊 只有一天 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天都是拍拍 生活日常拍拍煮饭做菜 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做个菜吧 是啊 可以啊 今天晚上我们买了一只鸡 从山下买了一只鸡上来 今天晚上是河大路拿手好菜 什么意思啊 河大路在想着怎么做 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一只鸡 对啊 我们两个人吃 简直是太爽了 就看你了不 今天晚上哦 对啊 这是一只土鸡啊 他说是土鸡 我感觉就是一般的那种 山黄鸡 山黄鸡是吧 两斤半是吗 嗯 两斤半 我们两个人吃这只鸡 河大路最擅长的就是这么煮鸡 看一下 盖盖子 可以吃了哦 看一下 它叫河大路炖的这只鸡 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样炖的 这样省事嘛 省事是不是 你太牛了 牛 河大路在记录这一刻 今天晚上周到晚餐非常有仪式感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一个山顶位置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吧 一只鸡 一只鸡 整鸡啊 这个是炒油菜啊 然后搞了一个我们那边的味蝶 我们喜欢吃这样的香菜 然后呢 这里还有吃了几天没吃完的猪肉 豆豉猪肉 很香的 其实看着不好看 但是很香 吃饭了 开饭了 今天晚上就这样子了 其实我们基本上已经非常丰盛了 是吧 大鸡腿啊 演示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一只整鸡的 用刀割 把鸡腿割开直接吃 看好肉人啊 我们就是喜欢这样的 吃养 这样子吃 对 吃吧 大口吃肉 好满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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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